戰火無情 難民忙著逃難 但是有小朋友難得露出了開心的笑容 只因為他收到了喜歡的糖果 畫面上您看到的排隊人群 都是烏克蘭的難民 正在排隊要等巴士 這個地點呢 是在波蘭的邊境城市麥迪卡 就有一位波蘭邊境的警察 他看到了一位烏克蘭的小朋友 就把棒棒糖分給他 拿到喜歡的糖果 孩子笑開懷 開心得不得了 而這個感人的畫面 也剛好就被經過的路透社記者 給完整捕捉下來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 目前是已經有兩百五十萬 烏克蘭的難民逃亡了鄰國 而光是在波蘭這一邊 就接納了一百五十萬烏克蘭的難民 在波蘭的難民逃亡 也許留下單 公司叫人和波蘭的難民 就結婚了一百五十萬烏克蘭的難民